这种禁忌的不伦恋活生生上演了 地点是云林这间高中 近日有名男子在脸书爆料公社自曝 为了挽留初恋女友坦承自己高中时 遭已婚女老师胁迫发生性关系 这篇爆料写着 男子八年前还是高中生 在校内任教的已婚女老师对她有意思 除了引诱胁迫之外 还常见独处时抚摸强吻她 最后甚至以死相逼强迫发生性关系 男子在文中表示 因担心女老师做出不理智事情 所以就算害怕也只能顺从 还不敢让家人知道 为了证明真实性 男子还po出 女老师多次示爱简讯 里头提到下辈子等你等等情话 但男子终究还是无法接受 认为这件事造成阴影 当时男子的初恋女友得知后 气得提出分手 男子为了挽回女友 于是向女老师摊牌 没想到却遭女老师怒骂 就在外界猜测整件事的真实性时 苹果新闻网独家接获该所高中老师爆料 对方表示交叉比对后真实性极高 文中女老师还是校内王牌教师 于是记者向校方查证 因为公证期间我们就委外调查 基本上相关人士应该多多少少应该都会询问 老师觉得关心学生很正常 至于说个人有不同的解读 他也觉得不太能经受 那我们相关的会已经召开了 那我们就是确定 依法新政凭空处理 然后会兼顾实生状况的权益 目前女老师仍在校内任教 性评调查已经展开 律师翁成茂则表示 若当时男子未满16岁 遭胁迫发生性关系 女老师恐触法 甚至可遭丈夫提告 但学生若满16岁 除非配偶提告 否则并无刑责 另外针对网络爆料未经证实 已对女老师名誉造成影响 且文中资讯诺足以辨识身份 调查后诺非属实 爆料者转贴者都可能触犯 妨害名誉罪 地方中心云林报道 我是立法委员郑云鹏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